日本政府24日起排放核污水至太平洋,引发各界疑虑,国民党一委惠野市井,恐破坏海洋生物链。 起料,我驻日代表谢长廷26日语出惊人,竟在脸书发文指出, 311地震后是人对放射性的,议题有些敏感,但其实微量的放射性元素反而对身体有益, 引来网友炮轰,质问他到底有没有良心,清华大学工程与系统科学系,教授叶宗光认为, 谢长廷此话,让人怀疑有刻意护航日本寒川污水排放的意图, 为了让民众安心,我政府应强力要求日本政府同意,我方置废水排放点,进行海水取样, 然后携回分析,以确认是否真无其他放射性何种,国人才能安心。 叶宗光认为,谢长廷该代表国人跟日方积极斡旋此事, 而不是反过头来充当驻日代表,出言护航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